植物缺铁叶片越来越狂怎么办 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硫酸亚铁呢 今天告诉大家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哈喽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这两天有朋友就问我 家里的植物叶片发黄了怎么办 老实说植物发黄呢 是有很多很多原因导致的 不一定是缺铁 那么如果植物真的出现缺铁症状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是不是只能用硫酸亚铁呢 首先明确告诉大家 如果您家的叶片还是不断的长新的叶子 那么您的植物应该是不是缺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只有出现叶脉比较绿 然后叶片比较黄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植物缺铁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大部分花盆的植物 都不会出现缺铁症状 实际上铁元素对于植物来说 仅需要百分之一 所以我们花盆里面的铁元素 已经足够它生长好多好多年的 如果您的植物在花盆里面 仅待了半年 甚至才几个月 是不会出现缺铁的问题的 大部分我们花盆的植物出现黄叶 都是由于我们的错误 浇水习惯而导致的 但是很多朋友 一看到植物黄叶 往往想到的第一个 就是硫酸亚铁 就是缺铁 然后上网去一找 专业的人士都会告诉你 买包硫酸亚铁就搞定了 事实上农民会用的多 比较多的就是硫酸亚铁 但是我盆栽 我不建议大家使用 为啥 因为硫酸亚铁 那个东西特别容易氧化转化 植物能吸收的铁元素 是二阶的铁原子 但是转变后的硫酸亚铁 已经不是二阶了 而是变成三阶 三阶的铁 就跟我们的废铁差不多 植物是完全吸收不了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很少使用硫酸亚铁 因为这个东西太容易变成 那个吸收不了的东西了 那万一我们的植物真的缺铁 植物叶脉比较黄 然后叶脉比较绿 叶片比较黄 然后生长又比较缓慢 很少再出现新的叶子 等等这些小型情况 就证明它真的缺铁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第一种方法 米醋 米醋它并不能帮植物补充铁原素 但是它会加速土壤里面的铁原素 给植物所吸收 我们都知道 酸性环境是特别有利于植物吸收营养的 我刚才都说了 花盆里面的铁原素是足够它吸收好多年 但为什么植物会缺铁呢 它吸收不了嘛 也只有酸性环境 才能让这个植物吸收土壤里面的更多的铁原素 怎么使用 每天给它浇水的时候 弄上一小勺 倒到水里面 然后呢 我直接灌到土壤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植物呢 就可以在酸性环境下吸收这个铁原素 那我实在手痒 想给它补充点硫酸亚铁 怎么办呢 硫酸亚铁由于转换的太快 很容易变质 所以大家在使用硫酸亚铁的时候呢 可以同样的继续使用米醋 我们拿一定量的硫酸亚铁 然后泡那个米醋 然后直接兑水这样的使用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硫酸亚铁呢 就能很好的帮植物补充营养 微微酸性的土壤 那个水的环境呢 硫酸亚铁呢 就不容易变质 然后呢 给植物使用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植物就能很好的吸收硫酸亚铁了 当然呢 专业人士告诉你 还有第三种的方式 就是熬河铁 熬河铁呢 网上有的卖 也卖得不算很贵 但是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家原意盆栽种植的话 不是很多呢 就不要搞得太复杂 本身你如果土壤里面真的缺点 万一真的缺点 你就去地里面挖点那个红土 或者黄土回来 这种深褐色的土呢 里面就含有大量的铁源素 然后把这个土拌到土里面 我们的花盆里面 然后直接浇点米粗下去 您就会发现呢 植物就可以吸收这个土里面的营养 这里面的铁源素 就足够的养花 盆栽 那么几颗植物绝对不会缺铁 当然呢 除了刚才那几个 其实大家也可以往土里面加点有机肥 比如我们熟悉的羊粪啊 还有就是花生糊啊 芝麻肥啊 这些有机肥里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铁源素 也每年给植物换盆的时候 参一部分到土里面 你的植物是绝对不会缺铁 铁这个东西对植物来说是需要的 但是量真的不大 每年给它的有机肥里面 已经足够给它去吸收了 所以养花不一定要需要买硫酸亚铁的 这个东西可有可无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这里 我是佛山二华将 感谢大家 拜拜